一開始的時候也講過說 其實在台北場我們已經演出完了 台北、台中都演過了 台中也演過了 演過了 1月23、24 哦,對吼 我以為是2月23、24 剩下高雄場了 高雄,對對對 好,那高雄的朋友恭喜你們 是2月27跟2月28號這兩天 就是高雄衛武營國家歌劇院 兩天院售票系統 所以現在去搶還來得及 對不對 還有 還有一點 好位置 應該是沒有了 好位置都沒了 高雄的朋友非常熱情 就像高雄的天氣一樣 今天我看保表 這高雄超過台中 是不是 那個徐老師這點 我就真的要埋怨你一下 你怎麼現在才來啊 1月2月的時候呢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那個 就是老師說 其實平常我們自己也懶惰了 有的時候就沒有注意到 這方面資訊 就錯失了好戲 但是其實前兩場 就是台中跟台北的朋友 1月8號10號看到的 跟1月2、3、2、4看到的朋友 真的都很有福氣 對吧 所以我想呢 這一次呢 就是我們也真的只有這個 針對於高雄的朋友 恭喜你們啊 可以看到我們今天 這個兩位主角的直播 分享一下這齣大戲 還沒有看到的朋友 趕快去搶票 我現在搶也來得及嗎 老師有沒有那個 我坐你旁邊可以看到的 我坐高鐵下去 我都覺得應該是甘願的 應該每天還有兩三百唱 還有一點點的票 所以大家其實趕快來搶一下 好那是不是先請這個 就是徐老師 您這一次其實是我們的總監 行政總監 而且音樂的也是 主要是就是您來負責的 這個部分 大師典人物 我們聊一下好不好 從這個應該是28年前 第一次首演的時候 對不對 然後這個戲 它的特別在什麼地方 然後當初您是用一個 什麼樣的心情 那時候是心象其實就是第一次邀請魏老師 然後魏老師好像 應該不算第一次 不過 當時應該說是當代的 當代 對 魏老師那時候很年輕 而且魏老師他基本上 其實大家對他早期的印象 都是他是京劇的名靈 所以其實會有一個 就是樓南你這樣的 他就是中西河壁 而且有演出的方法非常不同的 這樣吧 我認為很多的戲劇界的人也好 舞台劇界的人也好 或是其他藝術界的人 沒有看到魏翰明的其他的才氣 就是被你發現了 也許我看到 那當初因為興國跟這個秀偉呢 他們這對夫婦很努力 那個年輕的時候 小時候十七歲 就認識也幫他們上過課 他們兩個是除了自己本身的條件以外 是跟別的這個藝術界 有所謂表演者 常常是做一個知性者 可是在創作上面 他們兩個都具有這個能力 可是當然他們兩個夫婦 不管怎麼樣都從男人的觀點去看啊 上斯比亞觀點去看 那後來我說 你們要不要說 反過來從這個女性的觀點裡面 其實有很多經典的 所以當時真的是一個 非常突破的一種演出 而且我聽說魏老師當時掙扎了很久 但我們現在一定要進一段廣告 同時也讓大家聽一下 吳興國老師唱的 烈這個歌舞劇 非常的精彩 馬上回來 魏老師待會就好好聊了喔 各位親愛的朋友 等一下我就會有一個iPad 看到上面大家的留言了 我現在還不見 雙線的 對 其實因為這個呢 就是會在秀原大牌的起立世界 跟我們中廣的一個流行網的 雙個臉書平台直播 然後他們到後面的時候 還會放到YouTube上 但是你們真的來太晚了 害我都沒有看到台北場的台中場 我們一直沒停過 一直在做宣傳 這邊也來過幾次了 在台北我們有15個駐台的外國大使 是 Hunter Table都來看過 這是從來沒有這麼多人 以前說幾個幾個 這一次他們也知道 當然Media是西洋的這個經典 是 2500年了 應該說他們比較看得懂對不對 對 對他們來講 對 對他們來講 對 如果只是講柔蘭林他們可能還要再轉一個關係 對 不要有點困難 尤其是這個我們大概法國確定了 希臘也確定了 大陸也確定了 所以都是今年的計劃嗎 現在疫情 你就算說都打了計劃也要往後 你看我們要那個疫苗 不是搞半天一個一個都 但我們剛剛還講說要打兩次 我也在等啊 打完了以後我就可以跟著你們去飛去看 就大家都期待 就是健康是一個最重要的這個問題了 我們現在其實畫面上面已經朋友進來了 那個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今天呢兩位老師在我們的現場 我們留一個通關密語 然後大排送一個小禮物好不好 今天我們就送一個 口罩戀我上次好像還沒有寄到 就是我還欠兩個朋友 那我們今天再送兩位好不好 你幫我們留言叫做柔蘭女好棒棒 然後分享出去 那我就今天請兩位老師幫我們抽出兩個口罩戀 老師的口罩戀代表借我們看一下 其實可以提供CD啊唱片 可以使用CD啊 可以啊 我想因為今天沒有跟兩位講 所以不能敲詐你們啊 沒有問題 那這樣我們 可以四個囉 好 那這樣好不好 兩張CD 還是四張 四張 兩條這個鏈子 但是鏈子呢 因為來的時候不一定什麼樣子 所以反正兩條 所以有六位 對有六位 然後就是在我們臉書結束直播之後 就是節目結束之後 臉書上的朋友不要走 我們等著兩位老師 直接幫我們抽出今天的幸運朋友 所以你們只要留言 留這個柔蘭女好棒棒 柔蘭女會 這個字這幾個字 柔蘭女好棒棒 然後要分享 分享的朋友就會有好不好 那我想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待會兒呢 會有一些其他的朋友 先幫我們打上去 其他的朋友就可以複製copy 然後我們就可以待會兒分享一下 但是如果你只是觀看 然後你沒有留言分享 我們就不會抽到你 好 那待會兒呢 剛剛聽到的是 新國老師唱的列 到最後的時候 魏老師今天身體狀況如何 沒問題 能秀一段嗎 當然 從來不生病 沒有 悲悲悲這不可以說 敲三下敲三下 對 但是我覺得其實真的 就是你們對自己本身的要求很高 很高 非常當心 非常當心 自律 不過必須要講 演這個戲 任何不管電影界 不管戲劇界 只要他要演 因為這個已經兩千多年 演這個戲 那多要閉關很久 要訓練身體 要這個什麼 這就跟開演唱會是一樣的 演那個還嚴重 大概是 可是他現在 比二十八年前還要厲害 真的齁 我真的不能想像 而且待會兒我想跟那個魏老師聊一聊 就是所有很多的朋友 你們會很想了解一下說 其實原來是一個比較傳統的角色 然後拜這個美老師 然後拜在門下的時候 其實是當家的花旦 然後是小旦 各種的京劇的演出 其實都非常傑出 但是他們是怎麼說服你 他們是怎麼說服你 讓你接受一個 而且這個個性上面 就是非常的突出 但是又很掙扎的角色 所以待會兒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來聊聊好不好 好 好 我們的美光燈不錯吧 嗯 趙先生選總統嗎 我是 趙總統 支持支持 總部 李副總統 對 是 中國聯繫網 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我們特別邀請到的年度 這個藝術的饗宴 也就是樓瀾女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 星象行政的總監 也就是許柏雲老師 還有我們的最佳女主角 魏韓明老師 那剛剛其實在廣告的時候 我們也聊了一下 然後 然後這個徐老師也講了一下 說來龍去脈 是一個怎麼樣的 然後 在廣告的時候還是說 我們接下來會去法國 會去很多地方 只要疫苗一打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飛了 最重要是希臘 希臘 希臘對不對 因為希臘未成的那個 那個劇查是奇緣 這個2480年前 是 我以前去希臘的時候 我也覺得好感動 因為很多的劇作 都是從那裡誕生的 然後她的那個舞台 她的場景 她的故事背景 那魏老師 我想待會兒呢 就是可以請大家 關注一下魏老師 她的這個分享的一些心路歷程 就是28年前 你怎麼會去揭演樓瀾女 這樣的一個角色 然後她是一個什麼樣的個性 你可以給我們沒看過的朋友說明一下 好的好的 其實在28年前應該說再早了就是1986年的時候 當代五星國跟林秀偉 然後就組成了和我組成了一個當代傳奇劇場 那麼第一齣戲就是欲望成國 那是莎士比亞的戲 那麼當代傳奇劇場在我們當時呢 我們都是分數 她在 吳星國在陸光國劇隊 我在海光國劇隊 我們都是在這個軍中劇團裡面 在演這個傳統戲劇的 那麼 那她因為等於說是到外面來 自己來成立了這樣一個小團 所以我們就把它變成是 我們的一個夢想實驗的地方 就是大家也就沒有什麼 也不分什麼戲份 大家也不分什麼角啊 或者 不分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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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都可以有很多的交流溝通 彼此之間呢 也會來對對方的這個戲呢 來給予建議 那個時候就是這樣做的 我記得我們剛開始演欲望成國的時候 我們是一毛錢不拿的 我們只拿車馬費 幾千塊錢車馬費 但是造成了轟盪 每一個人都是 對 那麼後來呢 就到了這個1992年的時候 新國根秀偉就跟我講說 許先生建議要演這個 媒地亞 希臘悲劇媒地亞 那麼當時我覺得很可怕 就是大概 很可怕 大概講的時候是 90年代初期了 那麼後來一直到92年 我覺得好像我準備好了 嗯 於是當時呢我就說 可以我們來做這個戲試試看 嗯 那麼許先生當然率先就把音樂就做出來了 嗯 這個音樂是完全沒有金劇的元素了 嗯 當時我們是覺得很 嗯 不多啦 嗯 那麼就很就覺得很很害怕 嗯 很焦慮 就是說我這個 少了跟我原來所學的都不一樣 對 像我們要亮相的時候都要有個四季頭啊 唱唱那麼唱才唱 好 就是那個領神的東西呢 嗯 還有那個節奏感的東西呢 嗯 就不見了 嗯 就不知道你要怎麼做 所以當時我記得有五個導演 李永峰 羅北安 嗯 林秀偉 嗯 吳興國 李小平 嗯 就是金劇的 後面還有一個吳俊吉 哈哈哈哈 哇 陣容堅強 最大的一隻手 但是五個導演不就亂 亂套 沒有 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知道要該怎麼演 嗯 所以當時就請了這麼多人來 嗯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我們究竟要想怎麼把這個戲推出 表現 怎麼來表現 因為我們是金劇的 那麼這個戲呢 又是希臘悲劇 所以我們又找了現代劇場的 嗯 反正就是說 在整個表演的過程 把我們的金劇的唱念作答 怎麼把它這個捏碎了 再掰 再掰成一個樣子 嗯 確實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嗯 那麼整個的表演呢 在那個時候啊 呃 我覺得好像 呃 在在我身上來講呢 我好像是 從一個金劇演員 就變成一個全能的演員 嗯 就是我又是歌 呃 又好像又是歌劇 又是音樂劇 又是舞劇 又是什麼 對 而且你這身的形頭可重了 可重 真的非常重 而且現在是越來越重 嗯 因為這些形頭都已經舊了 嗯 老舊了 那麼要去修的時候呢 再增加了很多布料上去 嗯 那帽子又加了很多鐵絲上去 嗯 所以我的那個頭是更重了 嗯 身上的這個衣服就更重了 嗯 其實是非常的華麗 但是也非常的隆重啊 非常有特色 非常有特色 因為這個是葉景天設計的 對 這也是他第一齣舞台劇 嗯 那麼他把這個建築的概念 哦 也放在這個角色 還有呢 他運用了一些金劇的元素 像從鳳觀 嗯 你看這個這個 其實他是從傳統的鳳觀 而衍生出來的 嗯 那麼我在台上呢 因為是一個小時零五分鐘 我是不下台的 嗯 一直在台上 嗯 所以我在台上要換 換三次服裝 嗯 而且換服裝的時間非常短 大概一分多鐘 就必須要換好它 複雜的東西 是的 嗯 那這個 反正這個戲就在我來講 那個挑戰度 挑戰真的大 非常非常的大 變臉 四川變臉 而且是說 每一分每一秒 你都要很專注的在這個角色裡面 嗯 那麼這個整個戲 它才能夠比較流暢 嗯 它的細節呢 有更清楚 嗯 那麼二十八年以後我再來演這個戲 嗯 我覺得我比過去成熟的很多很多 嗯 嗯 那麼在這個 異於常人的意思就是 其實 它 等於說 它是一個有神力的 但它把這個神力都引住了 它願意做一個平凡的女人 為了愛 跟Jason為了愛 結果這個愛卻被比氣 嗯 所以呢它就要報仇 好 其實簡單的 簡單的跟聽眾朋友們解釋一下 就是說 這個半人半神的梅迪亞 它為了愛 它就嫁給了五星國 這個角色Jason 但是呢 這個Jason為了要攀名富貴 所以他又看到了 別的女生之後 又遺棄了這個女主角 是敦煌的公主 公主 對 因為她要復國 然後這個女生為了復仇 然後她就毒死了這個公主 然後又殺了自己的孩子 哎呦 這個劇 其實聽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真的 她非常的震撼 而且她的角色喔 其實她是 這個亦震亦邪 你說她有非常大的包容的愛 但是她的那個殘忍 跟她的毒 所以當時其實對你來講 詮釋這個角色 你有掙扎嗎 呃有 我一開始我就覺得說 呃這個 我們京劇應該用一個正能量嘛 對不對 這個表演都是用正能量放 為什麼要用這種負能量的 但是我後來發現 其實這個世界是沒有變的 幾千年以來 情感永遠是大家心頭的痛 嗯 就是永遠很多情感是過不去的 所以這個戲呢 就是最明顯的一個 在下一段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可以請兩位老師 來好好聊聊這檔戲 三十八分一定進廣告 哈哈哈 要不然現在呢 就是直接都是電腦作業就切了 非常 我在中國主持過 對啊 你看大家都在分享了 羅蘭女好棒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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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要記得分享喔 羅蘭女好棒棒 OK 麻煩大家分享 待會兒我們就直接來抽獎 所以今天會有六位幸運的朋友 然後有兩位可以得到那個小練練 但是有四位可以得到我們的原版 羅蘭女唱 羅蘭女的CD 第一首就是 魏還米唱的 哎 是我們今天要請那個魏老師在現場唱的嗎 羅布伯 對 胡 好期待喔 今天你們不用買票耶 不用排隊耶 就可以看到 那待會兒在下一段時候那個 徐老師也聊聊 就是你你眼中的那個無星國歌魏還米 然後他們為什麼這麼突出 然後他們在當時那樣一個其實比較保守的環境裡面 然後會做一個這麼大膽的演出 那時候有沒有在京劇界掀起一段波桃 有 當然有 這個是正反擊的 跟當年的慾望很像 就正反擊都非常的強烈 但那個時候的話題是在於說 為什麼要把京劇變成這樣 你們為什麼不演京劇 但現在的話題不一樣囉 現在的話題是說 我如果是羅蘭女我會怎麼做 對 就是現在的人已經可以接受這種戲劇的形態 但是呢他已經變成說 會可以把這個劇中的角色人物 幻化成他自己 他可以同理心 對 沒錯沒錯 但是想當年那個保守的環境 然後尤其是你們都是 你跟吳老師都是科班出身 對 一定會引起很多的 我們回來了 好 好 中國流星網起立世界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了羅蘭女 最佳女主角魏海明老師 還有星象行政總監也就是徐伯雲老師 跟我們一起來聊聊 其實馬上呢就是高雄的朋友啊 可以在2月的27號跟28號這兩天看到他們精彩的演出啊 所以現在還剩下一點點的票啊 但是我剛剛就抱怨 我說前兩場都沒有來 他說有啊 我們上了其他節目 所以這個不是讓我流淚心 我也想報仇 好不好 這純粹聊天了 我們剛剛也特別提到說魏老師其實在演這個戲的時候 心理上面其實有掙扎 就是這個角色跟金句要表現的這個忠孝仁愛 性意和平 其實完全是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 但我覺得在演西方戲劇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感覺 就是說在西方的戲劇裡面呢 它通常是把這個善惡這件事情呢 讓觀眾自己去發掘 嗯 那麼但是在我們的這個精細裡面 它比較是用教育的方式 嗯 所以一個是自己發掘 一個是教育的方式 嗯 那所以這是完全不一樣的一種 一種這個 突破 我覺得 一種文化現象嘛 應該說 所以就是說 西方人就很早就開始自我去省事 自我去看到內在 嗯 那我們還是要聽別人的 我們一直在接受 所有人給我們的信息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從欲望成國到這個希臘悲劇Media 我都有這種感覺 對 當時我想其實一定掀起了不少的波瀾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金句是這個 就是所謂的國劇就是國家的這些 龜寶 龜寶 怎麼可以捨棄它的精華 或者捨棄它的靈魂 怎麼可以改變它 對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真的 呃 也是這個就是反正就風浪 一陣接一陣 我覺得好像每一個時代都有所謂的未到者 嗯 那麼他們都很擔心 但事實上如果戲劇不跟著時代改變的話呢 這個戲劇其實慢慢也會死掉的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了這個大作 而且是經典湧傳 好 那徐老師 跟我們聊聊 你眼中的魏老師跟吳星國老師 他們是什麼樣的一個這個就是人物的變換 讓你可以看出他們的特質 就像鑽石埋在沙子裡總是還會冒出頭 會有光芒 但是那樣行家才看得到 呃 我要講說在我眼中的他們兩位 還不如講說我心中所看到他們他們兩位 呃 嗯 是這樣子 我先談這個大家對藝術的概念啊 好 有一些 說你今天談國劇 是 歌劇也好 歌唱樂也好 歌唱樂也好 巴雷舞也好 他是一個一個一個形體 他是藝術的出現的一個表象 嗯 一個形態 那實際上 他是有一個年歲的 就是跌了以後才出來的一個形式 然後很多的人跟著都沒有這麼長的 所以在你說金劇也好 國劇也好 昆劇也好 這些都是經過幾百年了 是 那剛剛我們所做的這個美帝亞呢 其實幾千年 是 那很多的藝術 像你像蒙古的這個長調湖脈 他有四千多年 所以這裡面多了 這跌 所以從藝術和大廠 其實他們都是元素 那只是這個民族 或是這一個 昂道的累積代代相成 成了一個form 一個形式 所以所有的這種藝術 只是一種形式種得出來 可是當其實 媒帝亞的主見或是藝術 你把他回歸到自然 他們其實就是一個元素 就是一個細胞 所以我看到了說 那他有什麼樣子的細胞的特質 他有什麼元素的一個 一個內在的像 或是表面的像 還是隱藏的部分 所以那一些元素呢 如何集合 大家把它集合 那我的這個就是把這些元素 集合在一起做 所以我 既然我們把它 定位在這個思路上面 那思路所有的裡裡外外 過程跟歷史呢 它所有的東西 都是這個的元素 不管是發生在 2000年前 或是 2000年 現代的時候 其實他 從整個大宇宙來講 現在我們最近都在談 火星吧 那是更遠的事情 那實際上 你這樣回歸的時候 就那一些 習慣看 聽所謂金句過去的人 他因為 他這個框架以外 是他本身才跳不出來 可是我已經看到 他們兩個 早就 從出生在練的時候 其實那一些 一直在他們的內涵裡面 包括他的堅毅 等到他的能量 到了以後 他會出現的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不擔心的 好厲害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那我們再把那個時空 打倒 掉轉 那又加上 他本來就是一個神話 所以實際上 我都在想 我不認識莎士比亞 因為他500多年前的人 可是他一定看過這個劇 我想 你看莎士比亞劇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元素 是從這邊提出來的 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說 為什麼他會去 打生命的 因為這個生命 不管他生出來 或是他所喜愛的這個男人 他所對這些人 對這一個媒地亞來講 他是另外一個 是一個反射的像 對他自己 他每一次 在這個戲裡面 一直在反覆自己思考 其實都在談我 他我跟自我 所以他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底下 生命對這個媒地亞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可以輪 他裡面其實輪回 因為他是不死是生 所以一直在變化 對他來生命說 只是一個時間的一個規定 但是我們今天看一個戲 把它濃縮在一起 那是一瞬間的問題 所以大家看這個戲的時候 就從回歸到自然去看 嗯 不要說 我要尋找這裡 之後有多少進去 多少遺憾 多少不是 他就是一個 把這個元素 凝聚在這 在那一天爆發出來的一個能量 就是觀眾也要跳脫框框 對 就是我們要接受一個 現在所傳遞給你的一個 一個震撼 跟一個磁場的影響力 告訴你說 其實這個也有可能是我 也有可能是你 我們要產生一種對應 但是你當時就看出來 他有那個神格 他不止 對於他們來講 他是比較少進錄音室 我是經常住 對 可是他一進自然 他的氣場不一樣 嗯 那我裡面 我們錄音室也有錄了 很多chorus的一些 嗯 唱啊 啊啊啊 然後講話 就弄過來 他一讓你的時候 那個濃度就會自然出現 我在跟他講 那有一些我說 你不要想 因為實際上 你本身的能量 去虛收藥 去project 就是說 去反射這些東西 你聽了 你旁邊所有的元素 包括 葉景天所設計 他看到這個服裝 他自己心裡也會另外一個 對 再重新的思考 他聽到我的音樂的時候 對 他也會另外 所以我就給他 越南蒙古的民謠 說裡面有兒歌 你可以唱 對 所以自然的 我知道他有這個能量 一點都不擔心 所以他自己實際上呢 是 可以跳脫 說 老師 從另外一個角度講說 為什麼 國劇這個形式把它 佔有了那麼長的時間 可是這個變成 該還給我們了 可是 反過來 這是他後面能量的 凝聚力 其實他在兩個領域當中 都是傑出的表現 並沒有分手你我 而是一種不同形式的表演 但是那都是本身的 內在的一個內斂 跟 永遠不會被 可以剝奪的一種能量 在下一段的時候呢 我們有機會請 這個魏老師幫我們開開 驚嗓 讓大家感受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JJ 哈囉 然後我們有很多的朋友 魏林 謝謝你們來 Alice 還有好多朋友 然後有蓮 樓來女好棒棒 好多朋友 魏 魏林 林 哈囉 慧文 其實我們很多的朋友 就是固定會 看我們的那個直播 然後他們就會 在上面留話 所以很希望可以看到一些 什麼新的資訊 我覺得挺好 現在呢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平台 王力的世界 對 就是玩玩 這個要跟你學習 我也沒有 我其實也是屬於老一派的 我也得跟他們學習 但是我就覺得 其實每一種挑戰呢 真的都是一個 一個就是時代的腳印 然後對你們來講 時代不一樣 應該都是一個非常大的 一大步 跟一個里程碑 你看連那個趙 未來總統 對趙總統 對趙總統 節目改成 誰來fit 趙總統 用英文的字 以前都是年輕人才會用 現在有的 誰來崇康 對不對 崇康 崇康就是衝 就是台語 就是可能去撞擊啊 或什麼 你可以挑戰 或者可以對各種話題 然後他在那個Yahoo上面 有各種的題目 我覺得其實挺好 火新聞啊 對 就讓大家有不同的年代 有不同的思維 有不同的狀態 對 實在真的變了 我們都要接受 打開心 對的 需要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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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覺得挺好玩的 那等會魏老師 魏老師要在ending的時候才唱 還是我們中間就可以唱 中間唱 都可以是 現在一開始可以嗎 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就放音樂好了 一開始就放音樂 好 對 現在 現在就放了 那我們大還有幾秒鐘 不是不是 我是說在開始的時候 你給他YouTube 好的 我們現在回到了現場 魏老師就決定要為我們所有的聽眾朋友大開驚嗓一下 我們今天真的是非常的lucky 所以有看到今天直播的朋友也是幸福的 我們現在現場小編給我們下個音樂 這徐老師大作 對 很美吧 對 好美喔 這個時候他跟Jason剛吵完架 開始想到他過去生長的羅伯伯 又回到那個年輕的歲月 高雄有一段新家的舞 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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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台北門 我 女神啊 在此番中 鸡水羊 和风如梅 西沙 绵绵 蜿蜒的袖方 吹满芬芳的粉红花光 温暖的阳光 撒下黄金 一波澜 歌颂爱 歌颂青春 赞美 Lola 哇 我的妈呀超级感动 然后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真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音乐的 起承转合 然后各种的元素在里面 然后我也听到你的就是你有那个金色的秀法 什么什么 是 是类似这样的 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戏 但是我现在听起来 礼拜六 真的 要到高雄 去做我的贵宾 好幸福 我们的贵宾 我觉得光是这一小段 这个就是楼兰宇她那个时候的心情 她回到她的故乡 她的少女的时候 这个是她的高潮 对 是高潮之一 因为她就马上就转变 就变成 就是正负两极了 是不是 快快 对 因为这个戏她从头到尾的整个的情绪的变化呢 是非常多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戏比较难的 就是说你在这个一个多小时 要让观众觉得没有冷场 好像没有一直会讲话 她会带给你要睡觉的感觉 是 她从头到尾的这个整个的表演 非常的丰富 那么我也刻意的把这个 就是她的情绪转换 以及她怎么样来讲话 她的念白的方式 我们京剧说唱念做的 其实在这个戏里面 也是有唱念做的 只是这个唱念做的 已经不是完全用京剧的方式 因为这个角色她野蛮 她原始 所以她没有办法用京剧那种 比较唯美的一种 中国文化的这个 怎么讲 累积下来的一种 最美好的样子呢 这个戏是没有办法用的 所以当初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问题 就是太金句话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去表现她的 内在这个人的个性 所以后来我们在 在整个的演出呢 都打破了自己的框架 打破自己的框架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极大的突破 而且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 不管是在舞台设计 在服装 或者是在两位 甚至于在吴信国老师 秀伟的导演 对他们来讲 这都是生命当中 一个非常耀眼的里程碑 一个真的树立的典范 有很多的人非常羡慕 但刚刚徐老师 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音乐好不好 就是它里面的元素 我们刚刚你还说有 有新家的一段 然后还有一些 那个呼麦的元素 是吧 呼麦的元素 呼麦就是说 在这个唱 就是许先生当时 他那个就是给我们这个音乐之后呢 他就让我们听这些音乐 然后我们再把那个整个唱腔 再谱进这个词里面 哇你们要做的事真多 不是就直接告诉你怎么唱了 我当时其实我觉得 是有点打鸭子上架 因为我是说很年轻嘛 西藏的凡辈的 是 还有凡辈 然后有现代音乐 不只是现代音乐 这是电子音乐 这里面有filter 所谓还有回旋器 还有电子 我要是跟你这样的大师合作 我就吓死了 我腿都乱了 所以里面可以把声音的元素呢 扩大缩小压缩 或是高低都可以起步 所以当人生要借进去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那个能量 有很多人是不知道怎么去借进去 他可以跟这一些所有 在当他在唱的时候 不管你说声乐 或是有词 他也是声音的一部分 所以他这个声音部分 跟我刚刚讲 那么多的不同元素的声音 制造出来的这一些声波呢 要能够融合 要有共鸣 所以基本上融合中外古今 你满意吗 一百个满意 徐老师 我自己打分子 你自己打分子 你满意吗 但是你现在 在跟28年以前比较起来 你觉得这一出戏 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比如说有更多的感动 像刚刚魏老师有讲说 你自己觉得你更成熟了 你表现跟以前 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现在是更清晰的 把它每一个这个情绪的转换呢 都抓的比较紧了 在过去呢好像只是在演出 因为这个戏的挑战很大 我刚讲了 他的唱念作答 你要怎么样摆进这个表演里面 那么当时只去讲究这个 你要怎么表演 怎么念怎么唱 但是在这一次的演出呢 我觉得我有更多的就是 对于这个角色的 好像真的就跟他已经合而为一了 就是我已经变成是他了 所以当他的愤怒 或者他的痛苦 或者他的那个 都是已经到了一个极致 嗯 那么当时在表演 我们说在表演上来讲 最重要的是要把舞台语言 嗯 要摆放得很好 新出的传递 就是他这个要恰如其分 就分寸感非常重要 嗯 就是你过头了 也会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罗兰女很烦 好像一天 整个的表演好像 都是在很强烈的 嗯 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些 转换 嗯 要转换 所以他的变化会非常大 就层次很多 嗯 那我现在觉得 我现在是更清晰的知道这样 好 我们很期待 就其实真的 就是这一次呢 就是二月份的时候 二七二八是吧 这两天 嗯 二七二八的这个高雄的朋友们 可以看到他们精彩的大戏 那再下一次 什么时候回台北 我再帮各位那个问一问 哈哈 大家期待我们的好消息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非常谢谢两位的分享 魏老师的嗓子真是太漂亮 我真是 谢谢秀人 因为天人呢 就天生的好绝儿 没错 也谢谢许老师 你的音乐真的是极大的震撼 给我们无限的享受 我们接下来就是 四点钟是 娃娃全主持的 美食来哈拉 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脸书上的朋友不要走 拜拜 拜拜 还有脸书上的朋友 哎呀 我们其实真的根本 还没有聊到一半 对不对 我们还有好多没聊 没关系 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来聊 你去不去 我想啊 我先看看我那个礼拜六 我跟你讲 有谁去 余范银看了他要去 余范银你知道 我知道 孙明德也要去 他们全家都去 那大概都是他们大咖呢 不是 他们都是因为台北错过 对 真的是台北错过 那 剁脚 我们也还有那个 呃 那个 那个 他们也是 大概有几十位啦 他要去了 他已经看过 所以我们是包了两个高级 他的亲家也去 亲家的朋友去 就这个大概 光是我这么一讲 就是自己主动挑拆 这五十几个人 所以为什么高雄会比较好 刚刚说还剩下两百多张票 现在又少了五十张 哈哈哈 你还是 因为二十六号是袁小姐 是 所以啊 你这个要赶快 因为你要过一个晚上才好 不要切得感染 明白 礼拜六是 呃 晚上七点半 是 然后礼拜天是下午两点半 所以你 如果去你可以选 你想想看 真的过来 然后二十七号晚上 我们一起跟设计家说的 都在那边吃 哎呦 搞得好心痒 哈哈哈 我们先来抽奖好不好 先让那个线上的朋友 哈 总共抽六个 那我们先抽四位 是可以拿到我们原版的这个CD的 总共有四位好不好 好 那两位来帮我们抽一下 好 我们就这样 就是我从上下滑 然后您就随便点点住了就不要动 我们就看到谁 抽到谁 这个很公平的啊 我两位啊 你两位啊 等一下啊 走 好 来我看一下 Alice 楼兰女好棒棒 对 Alice 不过Alice很聪明 因为她流了很多次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再来接下来走 再走一个 来 好 我来看看这一位哈 Peggy Peggy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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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ggy王也流了好几个 好 我抽两个 你抽两个 好 一二三走 随便点 好 来看一看 薛贵玲 贵玲 好的 嗯 对 这么多女孩子 大部分都女生 好了 再来一个啊 欸 不动了 有吗 可以吗 可以可以 走 好 来看看 管晓明 管晓明是在收看 JJ JJ 恭喜JJ 好的 JJ 好 好 那你 没有还是两位抽 再来各抽一个 各一个链子哈 来 一二三 好 这个 哎 慧玲刚抽过了哈 来我们再来 因为她流了 跑了 跑了 来 因为她流了很多话 跑掉了 是吗 不会吧 好 回来 吓死我了 一二三走 好 周伯宇 男的 伯宇 恭喜 好 来 老师最后一个 女儿想走 好 青熊 青熊是收看 你没有分享 再来一个哈 来 老师 这个有了 刚刚 刚刚有超过 再来 他们好会留 他们留了很多 又是 对 也是JJ 好再来一下 周正 周正勋 正勋是没看 再看 再来一个 他说再观看 好 华德 廖华德 好 OK 恭喜恭喜 恭喜这六位朋友 我们很快会把那个小礼物寄给你们 我的链子稍微等一下 因为他淘宝还没到 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拜拜 我好像没有关掉 你帮我看一下 没关系 不急 寄过来 我到时候 到时候我那个 我们 我们